大家好,我是Granpap Gable, 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标识 转眼眼已经到9月底,每年11月我们都会有一个叫做日内瓦钟标大赏 Granpree Hologjury Geneva GPHG的标坛城市 在这个颁奖典礼里面很多标坛的品牌都非常之注意, 因为都希望在那里可以获得奖学 他们总共是有14个不同的category, 也有一个叫小金针奖 专门给一些定价瑞士法郎4000至1万元的换标去竞逐 也有一个category叫challenge, 给一些新进的品牌或者一些新进的制标师的作品去竞逐 大赏除了14个category以外, 有一个全场的大赏叫金字针大赏 是 among所有参展里面的换标, 评审认为最好的一只 就是当年的大赏 我们刚刚在9月15号的时候, 大会就公布了这14个category里面 每个category有6只的候选换标 我们看过这些换标里面, 我们就选了三只我们觉得很特别, 很有特色的换标 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只是Ladies Complication, 女士的复杂功能换标 来自这个Jacob & Cole这个品牌的, 换标叫Astronomy Flores de Jardine Rainbow 我一眼看下去就发觉, 这只是一只很漂亮的珠宝换标 很多颜色, 很多色彩, 叫做Rainbow, 彩虹, 有两个彩虹的蓝宝石嘴晶的圈 一个就是在腕标底部, 另一个就是在Bazzle 另一个焦点就是在那个蝴蝶形的飞行陀飞轮 它和那个时分针的标盘, 同时都会在顺时针方向去转动 而在下面的一个珍珠背墓的白色, 光环上面就有几多好像星星那样相换了彩色的宝石 它们会逆时针方向去转动 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 转起上来是非常之好看的 中间那里有颗绿色的宝石, 这颗绿色的宝石是有288面的 当光线照射进去的时候, 那个折射是非常之美的 整个腕标总共有7.63卡拉的收范, 蓝宝石水晶 腕标可以做到30米的防水 是一个手动上链的机械, 荷菲伦的机械 提供48小时的动力处备, 它总共有101只的限量 定价大概是330万左右 第二个腕标是蓝士的复杂功能的category里面的候选作品 我自己很喜欢的, MB&F的HM10 是斗牛肩, 很多朋友养开狗的可能都知道 斗牛肩在9只里面是比较威武勇猛的 据说, MB&F的老板Max 他在日本出差的时候看到一只斗牛肩 在脳海里面浮现了这只腕标的形象 所以他回到去的时候就做了这只腕标出来 腕标来一眼看下去, 它的焦点就是在两个半球体显示时间和分钟 两个半球体都是用铃铛造的 上面就是有夜光的涂层 所以黑暗的环境都可以看到时间 那个摆轮,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摆轮 就是放掌中间那里是一个源头式的摆轮 这个也是HM系列的特色 这个摆轮是一只手动上链的机身 它可以提供45小时的动力储备 整个机身有301个component 在九头的颈部有两个标冠凸出来 一个是负责上链 另一个是负责调校时间 这个摆轮是有动力储备的显示 而且是很有趣的 因为在碗标的正面 好像有个狗张开了嘴巴 看到一些尖尖的牙齿 如果嘴巴是张开的时候 就代表这个碗标充满动力 那只狗可以随时准备出发 如果嘴巴是合起了 就代表那个碗标的动力差不多了 狗就准备睡觉了 前面那两个标仪做到像狗的脚这样的形态 这个碗标是可以防水50米 定价就是港币的90万1千元 第三个我们想说的碗标 是一个来自mechanical exception 特别机械结构category的候选作品 这款是来自Arminström Minute Repeater Resonance Resonance是共振的意思 共振的碗标是有什么特色的呢 原来这个共振的碗标 它里面基本上是有两个机身 因为它是有两个发条 两组的gear train 还有两个regulator 就是说有两个摆轮和两个琴钟 不过它们就放在一起 还有就是由一个clutch spring去连结 这个弹簧离合器是Arminström的一个专利的设计 它使得两组的平衡摆轮和琴钟系统 互相影响互相synchronize 使得那个走时可以准确15-20% 这个碗标另外一个特色当然就是三文的功能 我们可以看到三文的阴王和敲锤都放在标的正面 在12点钟的位置 这个碗标是用5级钛金属来做的标壳 标壳很大的 47.7毫米 泰金属对于三文的发声是特别漂亮的 所以尤其是今次的阴王是直接连接着那个case 所以令到那个Hawk的声音更加清脆和响亮 这个碗标它是可以防水30米 做到防水的三文碗标就比较特别了 因为这个都挺高的技巧 限量10只是因为今年Arminström的10周年 这个碗标定价是323万港币左右 好了,今天星期一周标时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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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